欢迎收看这一期的背靠背 这一次两个主角都是七座的SUV 而且这两辆车在这个级别里面 真的是又有流量又有销量的一个存在 对 而且这两辆车都是相对来说比较新的车款 全新的汉安达和新款的图昂 首先这两台车在外观方面都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 尤其是这辆全新的汉安达 它的尺寸更大 并且外观看起来更加精致 更加的豪华 而且在一些配置上了 比如说我们全系配上了LED的光源 等会 LED光源我觉得放在现在就没有什么值得吹嘘的了 不像我们 它有矩阵式的LED光源 而且我们前后的灯它都是贯穿的 logo都是可以亮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级别的消费者 外观其实并不是他第一在选择的情况下去考虑的要素 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个级别的消费者 他们主要考虑三件事 第一就是空间 第二是配置 然后是驾驶感受 所以说你要说空间上我们这辆车 它的这个尺寸就已经赢了 所以我带你上车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空间大不大 我来看看你有多大 来 怎么样 你看看我们的空间 有时候大不大吗 还不错第二排 但是我觉得跟我拿的第二排相比呢 主要是它的横向空间稍微的好一点 我觉得那可不止 纵向也非常好 你看你现在第二排的腿部空间是多少 两拳 我现在坐在第三排 还能有大概四指的空间 还要再多一点其实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这个车呢 它是一个真气座 不像你们这个车呢 它是一个尾气座 你看我们这个第三排座椅 坐垫又长 它又高 然后整体就坐着很舒服 而且还有什么呢 还有就是纵向空间 我们除了有第三排的空间 我们还有后备箱的空间 我这个第三排敞开的状态下 后备箱依然能有一个非常不错的储物空间 所以我跟你说 我们这个车呀 在空间上 那对其他的这种七座SUV 那都可以说是降位打击 怎么说话呢 说的跟我们多小似的 我给你看看 我们车并不差 看看你的车有多小 我还头回听有人说赫兰达空间小的 你看看到底空间小吗 我觉得你这个呀 纵向空间 确实都我们那个车呢 在第二排啊 差不太多 但是横向空间这就高下立判了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就是你这个第三排 你看看你现在这个坐姿 那我只能用优雅从容来形容了 我这腿部是稍微小一点 坐垫呢也稍微的低一点 但是应急够了 我们车小停车还相对方便呢 是吧 还有就是虽然我的后卫箱也要稍微小一点 但是我们前面的储物空间大呀 你看那附属箱 装一箱水都没问题吧 还有那个分层的储物格子 一切都是实用取向 你要说实用 那我觉得得聊聊配置了 我们那个车你要说配置 不说别的就说一点 全系它都有carplay 这就非常的实用 那你们这个车呢 我可听说某些配置它可是没有的 我们这个高配没有 然后中配有 确实是一个比较迷的点 这点我也有点想不太明白 但是我跟你说这两台车其实在同价位 它的配置都比较丰富 拉不开太大的差距 所以咱们就开起来聊聊 在静态的部分 确实在空间上没比过你 不过行驶起来的感受必须要稳稳拿捏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用的是2.5升的双勤混合动力系统 这套系统可以说是非常的聪明了 它低速基本上是靠电动机来驱动 所以起步的响应非常轻快 不会有那种汽油机的迟滞感 而且关键是它的汽油机介入的时候呢 也并不突兀 加速的过程也非常顺滑 关键是全新一代的风天汉安达它的转向手感也变得更加细腻了 所以开着这样的一辆大车在城市里面行走 我觉得是丝毫不笨重 很轻快的一个表现 而且再加上它ECVT变速箱的加持 整个加速过程 包括在城区里面低速的行驶感受 是非常轻快 非常顺滑的 丝毫不会有任何的顿速出现 我觉得在这一点上一定一定是要比你那台2.0T加7速双离合变速箱的表现更好一些 关键是我们还能吃粗粮 92号的汽油就可以满足实测百公里的油耗呢 也只有5.7升 所以在燃油经济性上 这一把我们也是赢了 那再有就是底盘的质感上 全新一代的风天汉安达它在进行了重新调教之后 面对这些路面上的大小颠簸 它能够过滤的更加的从容 而且因为它加入了混合动力系统 所以在车辆的重心上会更低一些 这就导致它在面对这种大小颠簸 空花路面的时候 包括整个行驶起来的感觉 底盘的质感我觉得是要比图王好一些的 不信你自己去评一下 你要说质感呢 我承认我们这辆车呢 它确实因为平台它稍微低了一点 所以底盘的质感呢 会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散 但是我们隔音好啊 你想想你那个车虽然是混动 虽然这个低速是用电的 但是你汽油机一启动 这车里边那可真的是热闹了 那我们这辆车呢 它就不一样了 这都是用的双层玻璃 所以说我们这个隔音就非常的好 那车内的质感自然也就差不了 而且呢 我们这辆车它的动力 很多人诟病呢 就是图王小马拉大车 这个车这么大 发动机那么小 2.0T 机舱还有那么大冗余 但是我觉得我们这辆车动力 它是还是够用的 而且呢 日常来讲呢 这辆车你也不会开的那么的快 所以完全够用日常代步 另外呢 就是这两辆车它的加速都是8秒多 我们这辆车呢 它还稍微快一点呢 所以说我们这辆车其实我就感觉会更好一点 那再说我们这个变速箱挂上S挡之后呢 动力会来得更激进一点 所以说呢 你在稍微想快一点的情况下 它也能给伤力 那就不像你们那个车 你在全油门的时候 那车里面那真的是锣鼓喧天鞭炮器皿 所以说你要比的话呢 我觉得还是我们这个纯汽油机的图王它开起来更好一点 好了 那其实这两辆车都我们试完之后呢 简单的来做一下总结 其实这两辆车呢 它们的优点都很明显 像图王呢 它就属于空间大 是真的非常的大 而且呢 这辆车它还是比较有性价比的一个状态 那像汉兰达呢 它首先是一辆丰田 它就非常的稳 其次呢 就是这辆车它是真的省油 对 是 我来说一下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吧 首先就是全新的汉兰达 它的表现大家也看到了 确实很中庸 适合那些球稳的人 确实它的综合产品力不错 但是目前呢 可能没有什么优惠 甚至还需要加价 车员比较紧销 那那辆图王呢 确实它的空间真的很大 尤其是第二排 第三排的乘坐空间 它可能适合那些真正想买一辆大车的人 而且确实 七座有刚需 对 而且确实它的价格还不贵 你在经销商那儿甚至还能拿到一些优惠 是吧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OK 那这就是这期背靠背的全部内容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